大概是上課這麼久以來頭一次遲到 因為我們現在局勢很緊張 因為美國的人已經來了 有很多人一直在想說 來是要做什麼 我等一下告訴各位 這邊來的這個人 是美國的現任司法部的官員 現任司法部的官員 而且是非常高階 昨天已經先兩位到了 今天還會有一位到 從明天開始 所有的行程 就跟我們一直在密切的配合 所以我相信 在外面有很多人 開始覺得說 台灣民政府即將接政 可是呢 也有一部分的人 到今天 他比較傻傻 他說 哪有可能接政 中華民國 你台灣民政府沒有軍隊 沒有財力 你們的這些人 也沒有受專業訓練 就這樣接政嗎 所以有的人就開始觀望 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就是我們台灣民政府 現在所面臨的困難 其實我們中央會覺得說 我們要趕快達到目標 所以我們速度 也沒有辦法加快 因為 美國跟你規定了 你沒有辦法去改變 初級班 上完 才能上高級班 當然我們現在是 變通 可以先上高級 再上初級 總共有五關 到第五關的時候 你就會得到你的 一員證書 跟 格員證書 然後 你們就可以挑選 自己所喜歡的職務 挑選職務以後 你們要回到各州 裡面去做 各州裡面 就會分成有五個族群 所謂的議員族群 議員族群有包括 中央的參眾議院的議員 還有 州的參眾議會的議員 還有郡議會的議員 另外 格員是包含中央的格員 還有州的格員 還有就是郡的格員 那這個表格已經發給各位看了 你們所挑的 就可以從這個單子裡面去挑 可是現在我們有 幾乎有六個單位已經鎖起來了 就是文化省 還有觀觀省 文化廳 還有觀光廳 文化局跟觀光局 這六個單位呢 我們已經鎖住 就是你挑選不進去 這個是不是 還有人沒有拿到嗎 有沒有拿到請舉手 怎麼會這麼多 好趕快發給他們 你們今天看了這個單子以後 你們在利用下課的時間 就可以去上電腦 電腦你就自己去選 選了以後 如果你不滿意 你一個月以後 可以更改 可是你要更改的時候 要填一個表 然後請州長幫你簽字 送到中央 如果這樣說就很清楚 就是說 你待會兒要利用 口齊口齋以後 你自己去選擇 你要做的職務 這個職務 你選擇以後 你回去國州 要參加五大的LINE族群 這個族群要幹什麼 事實上所謂的族群 就是要做你的真正正正的職業訓練 跟業務訓練 就你現在還要說 你搶一個民政廳 你才知道民政廳要做什麼 我們就會按照這個LINE的族群 把民政廳的一些業務告訴你 讓你去學 不用說讓你過來這裡受訓 你在 因為現在美國已經不管你 你組成以後 他已經不管你這個部分了 這個部分就由我們中央 配合州 甚至於配合郡 利用這個LINE 告訴你 你要做的官員的業務的內容是什麼 我們整套是有計畫性的 不是說沒有計畫 不是說想到那裡做到那裡 那是絕對不一樣 但是你一定回去以後 一定要去你的州辦公室報到 你如果沒有加入你的LINE的族群 等於沒有報到一樣 你沒有報到 到時候分發你的時候 你就不會被分他到位 我相信這樣說你不知道很清楚 我再講一遍 當你回去各州的時候 因為現在開始各州都有各州的上賀表 有的是禮拜一是議員集合 有的是禮拜二有的禮拜三 如果說禮拜一是議員集合 禮拜二 中五天裡面有一天是議員的集合時間 有一天是內閣成員的集合的時間 有一天是所有的軍首 副州長跟州長的集合時間 那個就是所謂的執政團隊的時間 還有一天是黑熊軍團的集合的時間 另外有一天就是禮拜六 每一個禮拜六全台灣都是四十歲以下的 同心加入的青年團或者叫做青年軍 你如果在四十歲以上 抱歉你不可以參加 你一定要四十歲以下 你才參加青年軍 青年軍你一參加的時候 各州的團長 這個所謂的團長 就是每一個LINE的族群的團長 也許會有三個或者四個 甚至有五個 如果人很多的時候 那這些團長呢 他會開在LINE上面會開筆記本 你要請假 甚至於電話你都不用打 你在筆記本上面請假就可以 三次不請假 聽得清楚 三次不請假 我們會把你的名字剔除 但你聽得清楚喔 不是說不可以請假 你要連續請一百天的假 可不可以 可以 你可以說今天我的頭髮痛 明天說我的襪子痛 我都接受 就是意思說 你他要報道 你要讓人知道你還是活著 不要說你沒有報道 那現在軍事政府命令下來 叫我們派人去接哪一個單位 我們從電腦上面找的這幾個人 我們LINE通知這幾個人 去哪一個地方報道去接 有的人喔 有的人喔 你留的電腦都沒效耶 卡一禮拜喔 找沒人耶 你怎麼不覺得有的人是這樣 所以 用LINE 大家都很清楚的 LINE給你 你沒接到 你自己附接他們 同時我們會有 某一段時間我們會試驗 凡是甲級動員 你沒有 沒有到 我們就 只要一次甲級動員沒有到 就把你 名字 不是把你劃掉啦 因為你的資格 不能把你劃掉 你聽到嗎 你上過高級班 那個子儀是要拿著 我上過職權訓練 是要拿著你拿著 那不能把你拿著 你已經有議員證書 不能把你拿著 但是我可以把你拿去 最後面去拜 後面去拿著 後面去拿著 才給你拜 你不能聽我的意思嗎 可以請假 可以連續請假 是一定要請假 我們所介意的 你不要請假 你從來都不請假 都不知道 你還要跟我 還是死 都不知道 這樣是不行的 我所說的 這些問題 如果有不清楚 請你走 你怎麼問 有沒有不清楚的 這是執行訓練 最重要的一關 要告訴你 這樣有不清楚嗎 清楚的走 清楚的請舉手 那一位沒有舉手 好 手放下 你都說清楚了 要不要我再說一遍 要我再說一遍的請舉手 好 你都聽到了 回去報道 到各州報道 馬上加入LINE族群 然後LINE族群 我們中央會直接通知團長 團長布達 在公共版面上 不要在殺在黑白講 不要在版面 你吃過飯沒有 我沒有 你今天吃什麼 浪費 公共版面 那是公務版面 不要亂講話 現在有清楚嗎 都很清楚對不對 所以我告訴你 司法部來開花 2006年10月24號 到美國的日子 在20號要來 他在18號 19號 不是 他是在21號 22號 23號 21號的下午2點到4點 在桃園 桃園飯店 22號在台中的全國飯店 23號在台南的長榮飯店 至於美國司法部的這個人 是17號 在台北的101的國際會議中心 有一場的演講 18號會到台中 跟我們的周明見面 19號上午10點到12點 跟台南周的周明見面 然後19號的晚上7點到9點 會跟我們的高雄周的周明見面 然後再來就是20號 在高雄的道明高中做演講 那不是有清楚嗎 我告訴你 這一次你們來受訓非常好 我告訴你 你真的是掌握到機會 但是這個機會 你不要隨隨便便 將它放棄 我相信你們來這裡 這三天應該都認真特色 因為我最近實在太忙 沒有時間看你們 以前那幾集 我是早上都5、6點我就開始選 到晚上11點都和大家一起 但是這一次呢 因為我在安排 美國的來拜訪我們 這對我們來講是太重要 我可以講說太太太重要 我們不能夠馬虎 這個人來 這三個美國來 我希望你們把心打開 你們可以看 看一下 真正正正 美國上流的政治人物 長得像什麼樣 他的走路的樣子 他的講話的樣子 他的衣著的樣子 都是值得我們 以後要從政的人 很好的一個學習機會 我現在呢 時間我要交給你們自己 因為我們等一下要考試 我們在17號是不准拍照 17號的時候不准拍照 只有說到各州去拜訪的時候 才可以拍照 因為各州 如果在州裡面比較近 你要拍照也比較清楚 但是17號演講距離很遠 我們會公家機關 我們的台灣民政府裡面 公家的拍照會拍 而且錄影帶會交給你 而且有一本書 那個Scott來的時候有一本書 他的演講稿會給你 那個以後呢 那個DVD做出來也會給你 因為你有的聽不懂音樂嘛 DVD如果都不合拍 你是要做什麼 所以稍微忍耐一下 我們會把它翻譯以後 交給各位 還有問題嗎 各位還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我就交給各位去看書 等一下幾點鐘開始考 2點20分開始考 你只要考完的 就可以收拾行李 回到你溫暖的家 感謝各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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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